11月26日,李瑞在微博晒出一组带着妻子和女儿出游的照片,并写道,我家的小怪物,穿着学生服就跑出来玩了。 照片中,李瑞的女儿跳跳身着校服,站在哈哈镜前玩得正起劲。 在镜子的修饰下,跳跳的腿简直长得逆天啊。 而李瑞对女儿小怪物的称呼也是父爱满满。 跳跳出生于2008年,还未满9岁的她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,不仅长得乖巧,还特别善解人意,十足的贴心小棉袄。 照片中,跳跳戴着粉色帽子嘟嘴卖萌,可爱极了。 镜头前,跳跳身着校服不停凹造型,简直玩得不亦乐乎,李瑞罕见晒出全家服,一家三口幸福处有好温馨。 网友看后纷纷留言,一家三口,村长最丑。 锐哥带着宝宝上第六季爸爸去哪儿吧,一家三口都长得好像,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。